乌克兰局势动荡进一步升级 美国和俄国也是持续角力 美国国务卿克里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承诺向临时政府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 展示华府对新政府的支持 并谴责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克兰的侵略行为 而另一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在电视讲话中反驳说 俄国不愿意与乌克兰兵戎相见 但会采取必要措施 保护俄国利益以及乌克兰境内说俄语的具面安全 让我们来看星岛记者邱佳琪 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国务卿克里现已抵达法国巴黎 他尽早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临时政府官员会面 承诺提供10亿美元援助 他与代理总统土耳其诺夫总理亚才纽克会面 并在独立广场献花展示华盛顿的支持 并批评俄国取得克里米亚地区控制权 是寻找入侵的借口 另外总统奥巴马也警告 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将被其他国家疏远 又说不会有人受普京愚弄 另一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威奇被推翻后 首次发表电视讲话 他反驳指亚努科威奇被罢免的事件 是一次违反宪法的政变 指俄罗斯庇护他是为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而俄方仍认为其是乌克兰的合法总统 普京又否认 俄罗斯正考虑向克里米亚地区增兵 指俄军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军队 他说目前控制克里米亚的武装组织是当地自卫力量 据普京描述 克里米亚一直掌握在其人民手中 俄军完全没有干预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 俄军占领克里米亚是因为他们的着装过于相似 普京说西方对俄制裁不会改变俄国的立场 反而会适得其反 他又说俄罗斯将在索切举行八国集团分会 但是如果西方领导不希望参加 他们就不必来 而在当前的紧要关头 俄罗斯今日表示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导弹 报道称该次试射早在去年12月已经向美国通报 星岛记者邱佳琪报道